徐志摩 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他又为何英年早逝 著名作家韩世珊 以毕生的研究 为你讲述徐志摩的真实人生 与浪漫爱 徐志摩 很多人都会提到 他那首很著名的诗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七天才云彩 当然了 徐志摩不仅仅是个诗人 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者 他不仅是一个文坛的天才 也是一个拥有着改变旧中国的 宏伟志向的热血男儿 徐志摩是一个女人们为之倾倒 男人们为之奢伐 连对手的都对他钦佩的大才子 海上名人路 从今天开始 由我来为观众朋友们 讲讲徐志摩 在上海谈徐志摩 有种亲切的感觉 毕竟呢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度过的 他的家乡海宁呢 离这也不算太远 那我们就去一下海宁吧 不是去看徐志摩的出生地 而是坐一下去海宁的火车 在护航铁路上走一趟 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这条铁路是有毛病的 修铁路啊 如果没有大山大河的阻拦 在平原地带呢 总是直直的 因为直线的距离呢 它是最短 修的时候省工 修成了省时间 这个道理 如果要是成立的话 那么上海到杭州的铁路 就是护航线呢 应当是经过同乡 但是现在呢 这条铁路却是经过了海宁 如果在地图上看一下呢 就明显的会发现啊 这个铁路呢 在海宁那儿拐了个弯 而且还是个大弯 正因为这个弯呢 原来的霞石镇 就是许志摩出生的那个地方 后来呢 成了海宁县的县城 再后来呢 又成了一个海宁市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能让这么一个钢铁的家伙 穿过海宁 而不穿过铜箱 确实有这么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许志摩的父亲 许神如先生 当年呢 许神如先生在霞石镇上啊 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如果要以资产而论呢 也可以说是霞石镇上的首富 光细34年 也就是公元1908年 江苏和浙江两个省呢 联合出建 护航铁路 按原来的设计 如果去直线的话呢 应当是穿过铜箱陷阱 当时呢 铜箱的士绅 就是铜箱城里的那些 体面的人呢 他们怕坏了这个铜箱的风损 极力反对修建铁路 而许神如这个人呢 看出了修铁路呢 对将来发展海宁的经济呢 很重要 就挺身而出 一面以铁路公司董事的身份 与浙江的都办 就是修铁路的负责人 叫个汤寿天 和这个人呢 一面交涉 一面鼓动着海宁的士绅呢 联名聚接上乘 恳求铁路经过辖使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啊 许神如的这种做法呢 他的理念是相当的先进的 可以说呢 要目求发展 必须呢 先改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改善了 生意就好做了 生意做好了 就能发大财 对于霞市镇来说呢 也确实是如此 如果不是铁路经过了霞市 霞市呢 就不可能繁荣起来 许神如呢 也就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 办起了电灯公司 自来水公司 这些近代企业 办不起这些近代企业 只守着的酱菜园子 许神如呢 就只能是霞市镇上的土柴主 而不可能成为霞市镇上的首富 更不可能进而成为海宁县商会的会党 徐志摩生于浙江省海宁县 霞市镇的一个富商家里 是家中的独子 让徐志摩的父亲 徐申如自豪的 也许就是造就了这名才华横溢的诗人 那么在少年徐志摩的肩上 寄托了父亲怎样的后患 又是如何来培养造就这名天才人 海上名人录 财琴徐志摩正在播出 许神如啊 这种投资理念 运用的最好的 还不是在商业上 而是在对儿子许志摩的配养上 概括的说 有三点 一是上最好的学校 二请最好的老师 三接最好的回音 当然了 他的大前提是呢 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 是个可照就制裁 志摩这孩子 从小就聪明 那是他看得出来的 志志摩若妇啊 小时候 许志摩多么的聪明 我们不好说 至少呢 许志摩进学堂念了书 就显出那个聪明劲来了 不管是小学中学 班上呢 老师考第一 在上中学的时候呢 杭州府中学有个规定 就是全年级啊 谁考第一 谁当机长 就是这个年级的长 许志摩呢 许志摩呢 老考第一 所以呢 三四年下来 老师机长 于大夫当时呢 和许志摩是同班 他当时就奇怪 说这个许志摩呀 戴着个金边眼镜的顽皮的孩子 那样的不用工 那样的爱看小说 因为呢 许志摩平时手里呢 总是拿着一件 有光词的 印着写着细致的小本子 这是当时的小说书 平常不用工 可是考起来呢 或者做起文来 总是分手得的最多的一个 也就是说 总是考第一 对一个从小就显出了财系的儿子 许老先生 这么个精明的商人 怎么能不着意配养呢 从给儿子起名字上 就能看出许老先生 对儿子的宠爱和期望 许志摩是光绪22年12月13日出生的 按公历说呢 就是1897年的1月15日了 他们这个辈呢 要从这个章字上 就是文章的章字上来起 于是呢 按照普名啊 他就叫许章旭 许神儒呢 总觉得这个名字啊 不足以表达 他对儿子的钟爱和期望 他叫许神儒 是在龙历一个带神志的年份出生的 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 俗侯 正好呢 儿子出生的这一年 龙历的冰生年呢 也是一个带神志的年份 也就是说许志摩呢 也是属猴 于是呢 许神儒呢 就给儿子另起了个名字 叫忧神 忧呢 是忧小的忧 意思就是小神儒 长大了呢 跟爸爸一样的有本事 他还怕这个字呢 太明显了 让人看出来对孩子不利 就按照谐音呢 换了两个文雅的字 叫忧生 当然了 许志摩长大以后呢 既没有按普名叫许章旭 也没有按照父亲给他起的那个名字 叫忧生 或者叫忧生 而是给自己呢 起了一个名字 叫许志摩 这个意思呢 就志在摩顶范中 实现人生的理想 或者说是摩顶范中 实践旗志 从这个意义上呢 可以说 志志摩如父 还是有局限的 直到自己的 还是自己啊 从起名字上 也可以看出 父亲呢 的着意配养 和儿子的志向远大 刻苦努力 两相结合 最终成就了这个 二十世纪 中国最杰出的天才 许志摩的父亲 在商界独具慧眼 同样 对寄予厚望的独生子 许志摩 他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 那么他是怎样一步步 为许志摩的求学 铺路 海上名人路 财情 许志摩 正在播 许志摩的天分 是很高的 但是呢 广有天分 没有很好的后天的教育 也成不了大事 许志摩先生 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呀 所以 他一定要让儿子 受最好的教育 怎样才能受到 最好的教育呢 当时呢 科举已经废除了 那么呢 就只能是上 最好的学校 光是上最好的学校 还不行 还要在社会上 拜最好的老师 只有这两个方面 结合起来 才可以说是 受到了最好的教育 先说这个 上最好的学校 中学 上的是杭州府中学 这是刚成立的新式中学 同一年呢 于达夫 也上了这所中学 中学毕业了 许神如呢 不是说 让儿子去考浙江的大学 也不让去考上海的大学 而是考北京的大学 考北大呢 还不考本科 而是要考育科 育科呢 就是一所单独的学校 这就是呢 北京大学的 育科的前身啊 是清朝的医学馆 特别注重外文 所有的科目 并不和本科的那个相前接 上育科呢 学好外语 将来去美国留学 这才是许神如先生 让儿子上育科 而不上本科的最大的原因 他知道呢 在那个年代啊 不留学 你就是有天大的学问 也是个土豹子 在北大育科 许志摩学的是法律 那时候叫法科 这恐怕呢 也是许老先生的主义 许志摩呢 是个很任性的人 在北大的念了两年 又不念了 到哪儿去了呢 他又转到了天津 又去北洋大学的 念了一年 1917年 育科毕业 升入本科 正好这一年呢 蔡延培担任了北大的校长 北洋大学的法科 就并入了北京大学 这样许志摩呢 就又回到了北大 念书 在北大呢 他混了不足一年的时间 也没怎么上课 实际上是呆着 等着去美国留学 第二年八月呢 机会来了 就随着清华的这一年毕业的学生 一起去了美国 当时呢 这一年毕业的有五十多个人 另外呢 还有二三十个自费留学的 他们一起呢 坐海轮 到了美国 徐志摩 出到美国的时候呢 上的是麻省 博士特城的克拉克大学 学的是历史 九月入学 第二年呢 就拿到了本科的学位 又考上了美国很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 在格大呢 他学的是政治学系 在那读硕士 也是只有一年的时间 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按照许志摩的这个聪明啊 和他的这个刻苦的学习呢 接下来拿一个博士学位 那不是难事 但是呢 他又跑到了英国 到了英国呢 先在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学习 半年以后 又去了剑桥大学的王家学院 在英国一待就是两年 一共呢 留学四年 在美国两年 在英国两年 中学毕业以后 国内国外合起来 许志摩呢 可以这样说 只说这个最终的 国内是北京大学 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 英国是剑桥大学 可以说呢 独自一流的大学 这也就是许申如的观念 一定要让他上最好的学校 受最好的教育 徐申如为徐志摩的成才 不惜重金 徐志摩得意 在一流的大学里 接受最好的教育 随后 徐申如酝酿了第二波成才 海上名人部 还请徐志摩 正在 在社会上 徐申如先生 还为儿子 请了哪些老师 在杭州上中学的时候呢 因为是中学生嘛 总要写毛笔字 徐申如呢 就亲自领着儿子 去上海 投背当时 最有名的书法家 郑孝须 败在了郑孝须的梅下 跟着呢 郑孝须学习书法 细细的比较一下呢 就会发现 许志摩的毛笔字啊 还真的有郑孝须的 韵逼的特色 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 明知道不过是个过程 是个过渡 精明的徐申如先生 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 多方面的拜师 为儿子将来的发展 铺平道路 他呢 先是把儿子 托付给同乡的一个亲戚 蒋白礼 让蒋呢 照料许志摩 等于是拜蒋白礼为师 蒋白礼这个人呢 很了不起 是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民国初年 当过保定军校的校长 虽然蒋白礼呢 名气很大 毕竟不是中国顶级的学者 徐申如啊 就是徐志摩的父亲呢 还是不满足 又通过蒋白礼的关系 说服了梁启超 让梁启超呢 收下徐志摩 做了入室弟子 光这个界面礼啊 这一项 就剩了一千大洋 这个数目呢 在当时是很大的 因为呢 当时有两千大洋呢 就可以在欧美留学一年 连来会的船票 都包括在里头 学书法 败在郑孝须的美下 做学问呢 就败在梁启超的美下 徐申如为了儿子的前程 可以说是知求名望 姑息钱财 在国外 许申如呢 不在身边了 但是呢 许申如长导的 这种拜师的精神 许志摩还是继承下来了 我们现在呢 没有许志摩在美国 拜师的记载 但是在英国呢 还是有记载的 外国人呢 不像中国这样 拜师呢 要行这个拜师礼 他们讲究的是拜访 是交朋友 在英国呢 许志摩通过拜访交朋友啊 揭示的文化名人 好几个 我们算一下呢 你看 有罗素 哈代 迪根生 麦斯福尔德 结交的这些名人呢 许志摩 许志摩一个是经常去拜访他们 和他们聊聊天 谈谈话 另外呢 也会送给他们一些中国的字画啦 什么的 这也是很分钱的 比如 他就送给了 帝根生 一部 他家常的 唐诗别财集 这是 清代的东西 上最好的大学 找最好的老师 再加上 徐志摩的天分和努力 最终成就了 这位杰出的文坛天才 随之而来的 是父亲 为徐志摩精心策划的婚姻 在婚姻上呢 许 许生如啊 也是对儿子呢 奋计了心机 也是呢 想了许者的办法 最 让这个人 福气的呀 就是 许生如呢 给儿子定下了 张优仪 这门情事 张优仪呢 是徐志摩的 第一任夫人 这件事情呢 可以看出 许生如是很有眼光的 许志摩 不一定爱张优仪 但张家呢 对许志摩 人生事业的发展 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你看 许 许生如 给儿子娶的 给儿子 接的这门亲 是当时的 中国的 一个显赫的家族 张优仪的二哥 张俊迈 是中国著名的 宪法学家 而且张俊迈呢 还是 中国民社长的主席 张优仪的四哥 叫张家敖 张家敖呢 更了不起 他是中国著名的 金融家 曾长期担任 中国银行的 总经理 后来叫总裁 现在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为了儿子的成功 许生如做了多少的努力 上最好的学校 聘请最好的老师 学书法呢 就败在正校区的梅下 学做学问 就败在梁启超的梅下 又为儿子 接了这么体面的一门婚姻 可以说 在培养儿子成财上 许生如是不惜钱财的 也可以说 许自摩这个天财呢 是拿钱砸出来的 那么这个天财到了国外 他学了些什么呢 又遇到了些什么人 而影响了他的一生呢 这个问题 我们留到明天再讲 我是韩世珊 感谢大家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 下期节目再见 pitched Heraus 见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